首先,流星大宅蟹是OK的 我第一次真的吃日本 是的 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日本大宅蟹 如果不贵,都可以试一下 OK的,真的OK的 真的要杀 好了 首先 现在是买广告的时间,我们先买广告 好,去看一张照片 现在这些货是我们星期六将会来的 这个就是竹龙卷 咦,为什么没有我海胆呢? 海胆我仍然会卖,但是供应叫我低调地卖 为什么呢?我说了七八九十九,其实都不够做 这个星期 但是卖了就算了 新的,你真的要订的,没办法 但是不要以为人们这么惨 下星期才吃 我们就集中火力 销售我们一个竹龙卷 很多朋友都吃过了 如果没吃过的朋友 我真的觉得大家要试一下 顺便上来买我们的炖汤 多谢大家,今天的炖汤也很受欢迎 有人回来,星期六买完 今天再上来买 为什么呢? 真的发现好东西 尤其是今晚又有阿仙奴提 我们第二样推介的 八爪鱼,这个八爪鱼当然没得了 现在大家看不到它 我敢说,我再说一次 真的喜欢吃八爪鱼的朋友 或者如果你今个星期 凉凉了,开始要开一些 家庭聚会吃东西 这个做前菜真是一流的 真的好吃的 又不用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洗干净了 你们手回去 摊出来切片搞定 OK 好,再去 每一天都变化了 没错,就是这个蠔了 一会儿再说,因为今晚我会再吃蠔 再去 过去 这个我翻了货了 因为无端端人说 我问你 当然我现在对博异奖的疗效和家族的震痛精油 简直是觉得原来真的这么厉害 我的腰现在经过活动我觉得没什么 但我跟大家说回去冲原浪一躺下 明早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私底太多了 今天建国保罗就叫我上班前 你8点、9点开了 叫我先订了位置 他说他是像我这样的 就是说没得医的 但是就被这个叫王太的人在大埔 心够了,一次就好了,断了尾 这么神奇,那我一定要找时间去试一试 好了,但anyway 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全程 因为我如果有一天停了爹,让你慢步 我会不会后悔? 没有后悔的 永远你会觉得做完每一集的节目 或者看完这些节目,一定可以做得最好的 无论是硬件、软件、剪接、那样东西 一定是化妆 但是在当时我们真的做到尽的 你像阿正那样,做完分析 或者做完健身,或者有其他事情做 然后匆匆忙忙又要给资料 我们要做资料,看资料去说 就算有时不分析都要看的 你要记住 是多么沉悶和多么令人忽心的资料 这个世界可以荒谬到这样的 你很难想象的 你现在某程度的荒谬 是荒谬过任何一个时代的铁幕或觸幕国家 而香港是号称一个开放式的大都会 而我们的特首 还继续可以说,他认为是我认为不是的东西 那是多么痛苦 但是无论如何 因为我们继续一天做节目 首先我们希望大家负金 第二 我们又收到上次YouTube的广告费 继续在每个月下 是毫无增长 即使上个月 不知道是不是反映在这个月上 我不知道 因为上次我跪求大家货金 可能在下一个月也不定 不知道 好了 我们刚才吃完的是什么? 大十蟹 大十蟹,没错 为了加强大家的信心 虽然我上星期已经买得很好 但是 我也要多吃一次的生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上次吃的生蠔 就不是这个牌子的 我卖完那个广告出门之后 他就跟我说 我们是买二刀流 其实都是那个海的 我还跟大家说 就等于我们同一个海里 就变成了陈记、黄记、蓝记 这样而已 但是 毕竟就是不是那个牌子 我们卖出门之后 就是买二刀流 我们没吃过二刀流怎样呢? 我们看看二刀流的上尾限期 2021年10月26日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OK 但是 最后一天我们也要试一下 究竟有没有吃 我们才作为推介 好了 吃二刀流的 248元实在太便宜了 我实际上也说我买得便宜 OK 首先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没错 我继续的 我没有到Basco 我继续的 是准备了 芥末和酱油 这一包酱油 我真的够了 见了 上次 我在这里做酱油时 我不出声 我发觉有一个芥末 是 竟然是元气的 我不知道是谁的 竟然在这里叫元气 这个不错 这个不同了 被人吃什么元气? 这个就不同了 这个呢 就是我叫开我间 不知道是寿司 不是寿司浪 不知道是寿司 寿司传还是什么东西 真仙呢? 写传 不是 不想是真仙的吗? 你买真仙来吃吗? 有啊 不想是不想是 不要紧 不是 真仙是虚的 不要紧 是台湾的 但是那个酱油 那个酱油不会是虚的 那个酱油 酱油没问题的 这个呢? 咦?这个是真仙的生葵 和芥末 也很好 元气 是吧? 那当然 元气一定不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虽然我以前也有时候会吃的 我也不会叫人不要吃 大家 随两随心吧 要不然人家又说我们刑事恐吓的 真仙肺那些 OK 好了 我们拿三包酱油 三包芥末 大家看看芥末有一个手势 哇,你是不是真的变了? 当然变了出来 他设计为什么变了 不是,我的洞太小了 是 因为我刚刚剪的洞太小 一样变,就像变暗瘡那样 好了 我们这次就不会不懂的 很简单,很方便 有一条东西突然出来的 给你多了几个东西 不是吃芥末就吃生葵 突然出来 我们这样就很方便了 大家看看 这个包装是被我们去年买的 是好的 因为它锁死的水分和空气 不能进入 就是你不会有那么容易 芥末生細菌 毕竟它死了 OK 好了 上微期十月二十六号 我们就在这个 死亡之前十月二十六号 其实过一天两天都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不要 如果你过了期就要熟食 Best before 是的 开了去 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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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要 最重要的我们要数清楚 我们要数几个 数几个 究竟有几个 哪个数到 好多 各位 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 熟一道 吃这边 三层 我先吃维敬 茅丽 我刚才吃芥末生米 嗯 嗯 各位朋友 有没有人吃过上次这一只二刀流这一只生蠔 应该有的 我买了这么多盒的 给我一些comment 我觉得好想 完全没问题 可以继续推介 你觉得跟上次给的那一只是否更好吃 还是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个大小一点 大小一点 有很多一只 是的 四五一只 大家吃第二只 可能有三十只 可能有四十只 嗯 嗯 上次的一只小一点 比较大一点 咬口更好一点 这一只好吃一点 很大一点 我吃第三只 有没有人说 买了星期六 是 超过四十只 超过四十只 这么夸张 这么大一只 超过四十只 又很划算 很棒 我现在吃第三只 真的有四五层 你看看这只第二层 都做了这么多 你当时是一只 即是二百四十八 六五一只 是有 他有四十 我说很棒 我吃第三只 现在吃第四只 上次我都没有吃得这么起劲 为什么 它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不是开玩笑 我下次叫他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 他应该多放海豉 我的汁感不够 因为你不够多海水浸在它 但是很棒 这个真是没想到 所以各位 如果你好像我们这样 一样可以上淡一下生蠔 喝一下红酒 OK 不要淋色 上来我们咪哩晚步 或者 84811079 我们会给你个户口 OK 这个生蠔呢 我吃了四只 你吃了两只 我觉得真的有 肯定 真的好多 好多 人人猫就说星期六就买了二刀榴 是 好甜好味 两个人KLT 两个人KLT 成蓝碟 不过有没有人都说 以前那只比较多 不是的 其实都是那个海 但是可能轮延的季度不同 其实 这个星期是比上星期大赤了 随从上市都说 它会越来越肥 这个星期大赤很多 大赤很多 上星期一赤等于上星期的两赤 是的 大赤很多 即是我们去十三会儿 是的 嗯 好甜 我吃五只 OK 这只蠔很有趣 它可以熟食的 是 好甜